哈囉大家好 我是唐慧環 歡迎來到白水芳華的頻道 開始 可以耶 真的比較溫柔的感覺 你剛剛問我說為什麼要做過桶 在某論壇論戰的時候就是覺得過桶是一種可能性 當時就想盡辦法去弄了一個葡萄酒桶 反應很好 反應超級好 因為果香很棒啊 就一樣是過高粱 阿翔你幫我拿那個葡萄酒桶的一支 臨時又最佳的一支 不是啦 謝謝 這支吧 葡萄酒桶收成古源酒這支 那你現在就是右手邊這一支 那這支是第一次玩鍋本桶 蠻驚艷的就是它的那個奶油太飛糖的香氣 很清楚 那我就對鍋本更好奇 所以才會有後來的四股酒 四股酒就是學習美國鋪本酒的穀物 然後去釀造 穀物配比 譬如說玉米佔50幾% 然後黑麥佔多少%這樣 我們要做這個東西 把每一個風味圓單獨元素先抓出來 架上也有這個 黑麥玉米 黑麥玉米四股 對 就沒想到講幾支而已 沒想到突然拉那麼多支進來 沒有這個是有相關啊 你講到這支你要講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就是這個 這個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然後才會產生這個 這個要叫他爺爺 哈哈哈哈 下一支就是講像這個啊 高粱跟啤酒 喔啤酒桶這個部分 他這次跟金木老爹合作 他們也是My Heaven Here 美國鋪本桶 過了他們的啤酒以後 我覺得應該還有可用的價值 所以我就跟他們收購一些啤酒桶 所以他原本是鋪本桶 過了他們的啤酒之後 再過你的這些高粱 對對對 所以我就稱它是啤酒桶 啤酒味有一些些而已 並不是很重 那我現在喝的這支是高粱 高粱它的泡泡膠味還是滿明顯 我覺得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支多一點 嗯 就如果這兩支比的話 雖然酒精度差不多 之前在酒桶上面給其他人 他們都覺得是四五十度的 結果他的酒精度是七十度 有結果拿這支去 去德州 他說變成一個 呃 呃 什麼 看一下 老闆現在已經有點幫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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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哏很好笑 所以我一定要講 好讓你講 我跟你講來 他說 老大 你的七十趴 對德州人太兇了 差點變成四膽大會 四膽大會 四膽大會 到最後揭曉是七十度的 都嚇一跳 對 然後他們喝起來 還好 那這支糙米賣得非常好 糙米 糙米 同樣是啤酒桶對不對 但是 高粱的那個巴底厚度啊 油潤桿還是酥糙米 糙米我覺得明日之星 哈哈哈哈 那個馬克 弄那個 亞木特的 絕版的 所以說是用什麼 印度香米 鹿桶 我有喝過那一支 印象深刻 然後我就 試著做 我也回來看看 這支沒喝過 不要太多 嘿嘿嘿 我跟你講不輸 而且 我們這酒精度也是很高 又十八點三 蛤 你說什麼 不予直接飲用 好啦 講太多會膩好不好 不予直接飲用 絕晶度過高 不予直接飲用 今天哪一支是適合直接飲用的 應該這樣子想 這個這個 50度而已 這個很輕鬆 不不不 這支又比這支還順 這支 糙米比這支還順 油潤感比較強 對 就是糙米的油潤感更強 我覺得韓國應該會蠻喜歡你的酒 你是不是看了那個Youtuber說 我給韓國喝高粱 對對對 他們就這樣 烤烤烤烤烤烤 一杯一杯烤 我覺得那樣有點浪費 哈哈哈 你好意思說 你最喜歡烤酒 有嗎 烤酒那是一個很high的場合 每次拍片到後面也都蠻high的 下一次 芒果跟桃米 感覺很水果耶 對 這個是有另一種想像 想要做自己的風味筒 就是由我的水果跟棉 和你混量的開始做 那第一個是芒果桶成高粱 這支是第一個 就是陳阿賢 他幫我找那個 台南預警的 松仔青 松仔青 然後我跟高粱一起酿 然後跟高粱一起酿 然後跟高粱一起酿完以後蒸餾 然後再入這個是美國白香木桶 很像芒果奶凍卷的感覺 芒果奶凍卷 Yes 聽起來就很棒 超舒服 超甜的啦 微微的芒果香 結果超級沒有酒感 我發現是我自己的錯覺 前面喝了70度 沒有前面那幾支70度了 你也沒酒感 那我們換下一支 桃米 桃米酒這支是水蜜桃跟米混量 然後我覺得過香木桶的想像是水蜜桃蛋糕的感覺 又是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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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因為它有奶油啊 因為它這是用美國白香木 所以它一回一起的那個奶油味 奶油太杯糖的味道 然後它給我的想像是這樣 超滋味 如果其他水果味的話 這支應該會比較適合 這支多一點 這支略少 但是之後我覺得應該還會再回來 56 那沒關係 那不用下局 今天唯一不用下局的兩支 好 OK 那就 請問 我有筷子嗎 幫我找一支筷子吧 幫我找一雙筷子吧 片頭 片頭 片頭不安不是錄了嗎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白雪芳華的頻道 我是唐慧環 借唐慧環 借錢不會環